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她安抚安抚 说点客气话 那这次彭飞是不是死活都不要你姐夫了 姐啊 如果我是老板 我早就把姐夫给开除了 现在倒好 连我都给连累了 本来和彭飞说好的合同 被姐夫这么一闹 她都不跟我钱了 别说了 现在把我分店弄了多被动啊 大吓一跳了还要去外地找业务 孙姐 姐对不起你 姐夫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 姐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姐啊 现在不是给我添不添麻烦的问题 而是连我自身都难保了 这次姐 我可真帮不了姐夫什么玩儿了 彭飞不跟我钱合同 弄得我现在 我的业务量都完不成 外面下点大雨 但是下这么大的雨 我还得连夜到外地去找客户签合同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媳妇 你帮我弄理好了吗 弄好了 弄好了 行 我先走了啊 老公 这文件你不拿了 我不拿了 算 算 算 姐 我走了啊 这个王大门 吃石头 拉硬石 臭遍全家 姐 我真不是说 姐夫要这么闹下去啊 不仅影响乐乐考高中 连我们清华小牲畜都可能影响到 它是咱家的一个大包袱 会累垮咱全家的 我跟他离婚 我跟他离婚 对 跟他离 哎呀 哥 哥 哥 叔叔 我到家了啊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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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到家了 谢谢你 你到家了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以为这里是哈利波特那魔法学院呢 你就住这儿啊 是啊 你不慎得慌吗 你没听得一说话都有回声呢 回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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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低教力似的 是的 是的 你怎么能住这儿呢你 你真是的 太奢侈了吧 这高速公路都是你爸开的吧 一半是 一半是 我抽你 一半是 我告诉你 嫂子 真是不容易 你说你们家都这么有钱了 你这么晚还能好好学习 还能复习功课 真是不容易 如果这话是我父母说的 我会哭得比这场雨都大 行了 知足吧 别埋怨你爸你妈了 老话说得好 钱难挣 屎难吃 我跟你说幸亏你们家 只安了四根这么豪华的柱子 你们家只安六根 你一年都见不着你爸 为什么 你爸只顾着挣钱去吃屎了 我的天哪 是你说你们家住的 这玩意跟皇宫似的 就这样你爸还不满足 天天还东宫西宫地瞎掰着 不是 你跟叔叔说的 你爸跟那姓沈的 不是 就那个沈阿姨 爸 别人家是你别乱说的 不 乐乐 你爸真好 下这么大雨过来给你送伞 这次你赢了 真羡慕你有这样的办法 小弟 叔叔喜欢你 能屈能伸才是爷们 那个 你呢 晚上回去泡个热水澡 喝点姜汤 千万别感冒了 好 好 叔叔再见 好好好 你家不收门票吧 别看了 你再看就会学坏了 你爸 会砸死人吗 难说 主要跟古墓丽营的差不多 赶紧走吧走吧 不不 你别咳嗽 像我一块儿 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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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呢 你站住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直打你手机都关机 我找不到你都吓死我了 怎么样 有事吗 你们都离婚吧 你们都离婚吧 都别演戏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样的父母 你没事吧 好 回来了 这鱼太大了 来 先擦 王大龙 你一天到晚的 把你自己的事情弄得乱七八糟 不说 你还害别人 害得孙坚这么大一天 还得出差去 你又犯什么病了你 你给我出去 你出不出去啊 你要不出去我可动手了 这大碗让我去哪儿啊 一 孙坚那是他活该 二 我自己出去 大龙坝 大龙坝 我说你这样陪床行吗 把那妈去丢 你大龙坝没有什么不行的 你这点累惨了 赶紧回家去吧 行 大龙坝 你自己也小心点啊 赶紧走吧 这儿有我的啊 走吧 放心吧 啊 老宋啊 我的亲哥们啊 你快醒醒吧 你兄弟我都快憋死了 我到现在连个 能跟我说话的人都没啊 我这混来混去的 都混到跟媳妇轰出家门的地步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小宝 我对不起咱那些老伙子 老天爷呀 别打雷别下雨了 你们也要劈死我呀 王大龙 东撞一头西撞一头 迢迢都是死糊涂 谁给我指条明道啊 别折腾了 我王大龙都变成铁板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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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妈妈昨天给你买的蜂蜜蛋糕 吃吧 来 吃鸡蛋 不喝牛奶 喝牛奶对身体好啊 甜的 爸没找着白糖 糖在哪儿啊 孙子 你也说话了 孙子 白糖 白糖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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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说白 墙起来了 在吊柜里头呢 没有啊 不是 吊柜什么 我又想起来了 木耳后面 来 姑娘 快放完啊 那我不喝了 你说你们一天到晚这样 为什么不去学雅语啊 某个人呢 是哑巴 咱不跟 咱不跟 一般见识 脑 脑残 我知道 爸 你别疯了吧 削水果带那么大刀啊 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削你妈 三千步步画 你对极品赋吗 脑残包 排胆 排胆 唱吃无限 能打包吗 大龙哥 你可真会开玩笑 喝水 你真想在我这儿干啊 不不不 我就是来考察考察 别考察了 我都跟我姐说好了 只要彭飞赶你走 我就正式拼起你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啊 怎么了 你嫌我们饭店不够高级啊 不是 那就说定了 你来这儿做大堂经理 你看 虽然我们这儿 没有彭飞公司 规模那么大 但是我喜欢你来这儿 咱们儿子马拉基斯也喜欢 是不是 别别别别 你别给我乱喷亲戚啊 我可不想当狗爸爸 我不管你想当什么 反正我是把你当门神 只要你堵在这儿 什么狐狸进都进不来 更何况 咱们还有彭飞这层关系呢 你给我打住啊 你要一提彭飞 我更不能来干 为什么 彭飞可是我们这里的大客户啊 一年消费大好几十万呢 正因为他是你大客户 我就更不能来干 你想想看 他已经把你这饭店 当成他宴请客户的定点饭店了 我在你的上班 给他打工 是不是碰上了 万一我们俩再动起手 砸得稀烂 到那时候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叮当 一塌糊涂 你说得倒也是 但是大龙哥 我是诚心想拼用你的 我给你最高的工资 不是 那不用考虑了 真的不能干 大龙哥 你就考虑考虑嘛 对了 你等等 这是我们餐厅 刚刚做好的寿司 你拿着尝尝口味 这我可不能要啊 拿着嘛 无功不受禄 要不然我给你把地拖一下 你就拿着吧 好 看了都想吃 能再来盒吗 给 大龙哥 我家餐厅的大门 永远为立场开场 好好好 来 你来了 爸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你这不是上福岛班吗 爸给你带的是日本寿司 你拿走吧 我吃不下 多好吃 你看这五颜六色 一圈一圈 看着都想吃 来 逮一个逮一个 好好好 爸 我没心情吃 哟 怎么了 这四月烤 我总的才拿第十 全让屋里给辣头 那也得吃饭呀 来来收拾 收拾的帽头 比马大 来得一个得一个 还吃呢 同学们都说了 应该补一个月的物理佳教 下个月月考才有起色 补一个月的佳教啊 那 那得花多少钱 一对于中考佳教 一小时两百 两百 一小时两百块 两百一小时 两百啊 两百块一小时 两百啊 两百啊 两百块一小时 假假话的人 哎 乐乐 受死 姐 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看看 你这儿呢规模也不算小 你就找个打扫打扫卫生的 发发文件的 你哪怕找个做饭的呢 也得帮王大龙找个工作啊 好吧 那我就找找看 看我这堆 喂 委托人里面 有没有想用人找人的 姐啊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我店里还忙 我可就先走了 嗯 那麻辣基斯他爸的事 可就交给你了 是 走了 走吧 一颗鸭小白鸭 照顾在上心我旁 干嘛去 林娇妖给我找了去工作 我去看看 看该看的地儿啊 不该看的地儿别瞎看 喝喝喝玩的才是绕口令 妞妞骑牛 妞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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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 妈妈骑马马曼 妈妈妈妈 你少跟我拼 你以为就你会绕口令 吃葡萄不赌扑到别儿 不吃葡萄倒扑到别儿 脆粗腿还脆腿比脆粗 不只是脆粗腿还脆粗 还是脆腿的腿粗 八百病没病 美妇放病病排跑 快说 什么工作 是我一个委托人 我刚刚帮她打印了离婚官司 她单位里需要一个看大门的 有好几个老人都争着想干 不过我跟她关系好 她给我面子 照顾我们这边 看大门 我现在都开始跟退休老人竞争了 大龙 你别这么想 横竖也是个机会 那地方我去过 环境不错的 对 他们要俩人嘛 我可得带着宋小宝一起干 王大龙 你这也太神了吧 你还满意送医啊 你也太仗义了 没错 我答应过老宋 我既然当人干爹 我就得当好 我必须给小宝找个工作 我不能光考虑我自己 可是我打了一圈电话 我就找了这么一份工作 你知道在外面又要讲学历 又要讲年龄 又要讲 行行行行 你别讲了 如果只要我一个 我还不去了呢 我都想好了 我就算在马路上卖水果 我也安心 至少我没有抛弃宋小宝 你哪来那么多责任感哪 你自己孩子要中考 家里等着你拿钱回去 你还要替别人操心 你真够忙的 这都是我应该的 既然别人叫我一声干爹 我就得当好 我别的本事没有 我就是有责任感 这是我王大龙身上 最宝贵的东西 责任心这么强哪 哪怕彭飞有你一半的觉悟 我就跟他凑合着过下去 你别净说彭飞不好 你也有问题 说老实话 你们两口子都不合格 那天彭孝下了辅导班 下了那么大雨 你们这当爸当妈的 都不去接一下孩子 难怪孩子不认你了 你说小孩下了课 再上辅导班多辛苦啊 还能我每天给闺女送饭 你儿子呢 东吃一口西吃一口的 我都替孩子觉得委屈 他这是有爸有妈的 演个叫中考了 爸爸妈妈 你们都去哪里了 对 大龙 你刚刚说的一切 都对 让我很受教育 我跟彭飞 确实不是一对 合格称职的父母 你承认就好 立马改正啊 嗯 林大律 你现在关心的 不应该是我的工作 而是你的儿子 好 我知道了 下课 好 好 彭笑 你等等 你这次物理考了个个位数 拉了咱班的后腿 你这家教怎么上的 赵老师 那家教可是你推荐的 我还要问你呢 付了那么多钱 那家教怎么交的 彭笑 别以为你爸有钱就能买封数 我跟你说 你再这么下去 你就毕不了业了 你知道吗 还拉了咱班的平均分 别说得那么高级 你是怕你平不上先进 发不了奖金吧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老赌人呢 把你家人叫来 我得好好谈谈 叫也没用 他们根本就不会来 我妈只关心他委托人 我爸只关心他的客户 根本就不关心我 彭笑 你怎么跟老师说话的 这么没礼貌 赵老师 真对不起我来迟了 你们刚刚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他的物理成绩 我一定会给他补上去的 他不止物理不及格 他所有理科都不及格 再这么下去 他毕不了业 你们知道吗 是是是 多谢老师这样尽心尽力 我一定会多陪陪他 督促他学习 你放心 你放心 抓紧吧 好吧 好好好 多谢赵老师 慢走啊 对不起啊 看什么看 谁让你督促 我都十五岁了 又不是五岁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的 谁教你这样跟妈妈说话的 彭笑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最近 是生爸爸妈妈的气 也知道我们最近是太忙了 以至于没有时间管你 但是我反思 我反省 将所有工作先放一边 以你为重点 好吗 妈 你们都不用那么在意我 你和我爸都太优秀 但不要逼着我成为你们那样的 如果让我选择 我宁愿成为乐乐的爸 也不要成为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 你说的什么呀 现在小孩都在想些什么 真搞不懂 不行 彭笑的问题太严重 我得找彭飞谈一谈 彭笑 等等我 这样是八经工作可以啊 别假借着工作 办你那点私事 你别话里有话 还那点私事 你疑心病怎么那么重啊 我们都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看大门的工作我绝不能干 要去我得俩人一起去 我得带着宋小宝的孩子 不带宋小宝孩子工作 我统统不能干 宋小宝是你爹呀 你走哪儿带哪儿 你以为你是谁呀 公司不能干 饭店不能干 他看大门都不能干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呀 我能干的事多了 我就是不能扔下老宋的孩子 宋小宝不管 我给这孩子发过誓 有我王大龙一口干的 绝不能让孩子喝鸡的 卖良心的事 我睡觉都不踏实 那我和孩子睡觉踏实 你们烦不烦哪 都搬月了孩子的场 我刚上完辅导办公 还有写作业呢 嘘嘘嘘嘘 来 过去 快 记得写作业啊 我告诉你啊 为了我跟孩子 你必须得装孙子 别装大爷 不行 为了孩子我还就得装大爷 我得给孩子立个榜样 做人不能言而无信 行 从明天开始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再就业市场 林江瑶能给你找工作 我也能 不去 你再说一遍 不去 不去 再说一遍 坚决不去 再说一遍 去 还没睡啊 等你呢 又想审问我啊 茶艺会馆刚开张 我刚才陪客户来着 我也没问你去哪儿啊 你这么急着解释干嘛 心虚啊 我不跟你吵 你说 什么事 儿子 我今天去学校 被老师责问了 我们的儿子很有问题 很消极 很自暴自弃 你想我怎么样 打他一顿 还是说 让我提他去上学 为什么每次我跟你沟通聊天 你都这么没有耐心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相谈融洽 为什么就不能花点精力 跟儿子相处一下呢 我真的不是想挑剔你 在这方面 你真的要跟王大龙学习一下 他是闲人一个 不照顾孩子还能照顾谁 像王大龙这种人 他到任何公司 都会给别人找麻烦 所以他只能待在家里 照顾照顾孩子 如果你想让我跟他看齐的话 我做不到 我不是要你跟他看齐 我只是想让你多花一点时间 能够陪陪我们的儿子 让儿子觉得 虽然我们工作很忙 但是还是很爱他的 也是对他有期待的 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 我有那么不爱儿子吗 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当保姆啊 我不会 没有人让你当保姆 我只是希望你能多留点时间陪儿子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好 你说 好 我还能怎么做 喂 我真的很累啊 茶艺会馆刚刚开业 很多事情需要磨合 我今天还抽时间打电话去养老院 让他们给爸换一个单间 我自己没时间去看他 我只能给他安排最好的环境 现在又说轮到儿子 好 你说 我听 既然你可以跟你那些客户搞好关系 那你也可以多留出些时间陪儿子 我们一起去接他放学 跟他吃顿饭 让他觉得有家庭的温暖 行 要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说出口就行 反正这个家里面的董事长永远都是你 我不管你 反正明天六点在学校门口等你 如果你不去 我去公司找你 不要命令我 我不是王大龙 死心不改 真懒得理你 我不去 我 我打死我都不去 你今天不去我就剁了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 我也要让你找工作去 我告诉你 我真不去 那个在就业市场肯定要什么这个证书 那个文凭的我不去 丢人 那也比卖哈米瓜强啊 你要让彩霞和我妈知道你卖哈米瓜 你还要不要脸你 你说你是给他们活的 我就知道彩霞一定是个失礼 他又说什么了 他反正说了说你要在这儿呢 让我给你结婚 什么亲妹妹啊 哪有自己亲妹妹非要逼着自己亲姐夫 跟亲姐姐离婚的 我告诉你 从今儿起 我只要看见彩霞 我一准儿给他没有好脸色 你说他是不是不像话啊 是 不像话 让咱俩离婚 哪有这么亲妹妹的 哪有这么全 喂 杜医生 什么 我丈母娘 好好好 我马上带老人过来 怎么了 医院来了电话 刘大夫说 咱妈上次不是被一个戒指 噎到嗓子眼了吗 嗯 拍了张片子 发现肺部呢 有一个阴影 阴影 哎呀 阴影没事 这不是小眼子吗 没事 医生建议 做一个核磁检查 他们怀疑 是肺癌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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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挺住 没事 都不有我吗 医生只是怀疑 还没确诊呢 不怕老婆 咱们做个检查 好不好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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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直了 你给我挺住了 老婆 你哭什么 瞧你点出息 这不是老公我在吗 这会儿给大妈说的时候 千万别给我说露嘴了 不能让老太太知道 别到时候她没病 先下出病了 知道不知道 放心 我连一句实话都没有 好好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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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 老婆 快快去见大妈 和你个站直了 你别戳了 没那么吓人 有我呢 走走走快 哎呦 你给我站好 我站好 有我呢 四年出差还没回来 彩霞带着清华 去看小提琴大师演出去了 来 喝水 你 你们有事啊 妈 妈 我们没事 谁也有事 我有 我 我有 妈有什么事呢 真是 你千万别听她胡咧咧 妈能有什么事啊 妈 是这么回事 您前段日子呢 不是那个戒指给吞下去了吗 不是 那个后来 不是 您的笑场不是没好透吗 医院又来电话了 说让您复查一下 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 对吧 就复查一下呀 对对对 那没事 那我们这就是请您 请您到医院去的 那行 蔡云啊 哭什么呀 我 是啊 你干吗哭啊你 是啊 我干吗哭啊 妈 我没哭 我没哭 我就站不住啊 这 这 这 那怎么了 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 活该 妈 是这么回事 就是上班的 跟同事打电话聊天 被他们队长抓住了 罚了两百 心疼 你说你以后上班 你不能这样的 你得控制一下 你能不能 你别扮了 咱妈去医院吧 对对对 咱们去医院 走走走 咱们去医院 你陪我一块去啊 走走走 走吧 我这是 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 走走走 进去进去 哎 家属不能进 请到外面等号 走走走 你哭什么呢 我害怕 不怕 你小点声 你看 咱妈呢 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咱妈福大命大的 你说上次那么大个戒指 都没噎出什么毛病来 这回肺上不就是有阴影吗 她可能就是严正 我一样是孩子 我就这么一个妈 妈 行了 咱妈还没确实 叫我什么叫我 我查了这方面的资料啊 人说了 只要得那叫什么癌症的 人就特别瘦 都瘦骨铃心动 都成这样了 咱妈你们白白胖胖 粉嫩粉嫩的 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大龙 咱们家就靠你了 没事 有我呢 咱谁呀 泰山顶上一轻松 撑着丈母娘的天 顶着老子孩子的地 没事 你也知道 我认得姓哥 我当然知道了 一到关键时刻 总是掉链子 叫我知道对我凶 还打我 你以后还骂不骂我了 那你以后还掐我大腿里子吗 你以后还爱不爱我 Recent功能 什么太 familiar to me 都到什么时候你还逗 行行行 没事吧 不会不会吧 malt 啊 呀 委屈你吗 今天没有辅导班 我要回家好好打一场游戏 最近老是做卷子 都没时间摸电脑了 童笑你玩了 又这时候你还玩游戏啊 你逼不了夜怎么办 大不了出国上高中呗 那叫逃避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就算出国留学我也考一场试 那不仅仅是一场考试 也是测试我们能力的时候 再同一起往心上起跑 不得看我排第几名啊 纯粹和自己较劲 典型的处女座 跟我妈一个样东方不败 您也是 典型巨蟹最不上进 叔叔啊 阿姨好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今天是什么情况啊 彭向 儿子 彭向 好 放学了 爸爸妈妈来接你了 高兴吧 上车 来 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老先生 这一项血压怎么样 还好啊 还好就好 彭老师 您儿子来电话说 让我们帮您调个单尖 这两人尖不挺好的嘛 还能说出话 关进单尖更像坐牢了 您儿子会时常来看您的 他 彭老师 您儿子已经把钱打过来了 您还是搬过去吧 他怎么这样 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就自作主张 谁让人受不了 到底他是老子 还是我是老子 彭老师 那这样 我们只好找您儿子了 找他也没用 他就认着钱 早就忘了 还有我这个爸爸了 也是 您来这么长时间了 您儿子只来过一次 好了 别生气了彭老师 我这就给您儿子打电话去 彭老师 你儿子给你找个单件多好啊 你怎么不去呢 好什么好啊 想关紧闭 彭向 你的成绩现在这么差 我和你爸爸很着急啊 你们也知道着急啊 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为钱着急 这段时间呢 我光顾着开业的事情 所以忽略了你 今天全家人呢 坐在一起吃顿饭 就算是爸爸向你赔罪了 老开业老开厅 这顿饭欠好几年了 对 是我们做得不对 这段时间 只顾着忙工作 忽略了对你的关心 尤其是在你快要中考的时候 我们缺乏对你的关心和关爱 是我们做得不对 这话天日怎么像他写检查报告一样 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彭向 等你长大以后呢 就会理解的 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摆在事业上面 这样做呢 都是为了支撑家里面 而女人呢 就应该相夫教子 所以呢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你这样说什么意思啊 喂 儿子是我们两个人生的 抚养教育的 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呢 够了 你们都别再说工作语言了 我讨厌替你们两个抬杠 爷就是被你们给气走的 当然 以后我长大了 我也可以反过来气你们两个 喂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我又不是故意的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长大之后我也会很忙 也会为了撑起一个家 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放在事业上 也可以有理由 不来照顾你们和孩子 你真的没救了 完全是遗传了你妈 只会抓人化病 你说什么 他是我们两个人的儿子 要遗传也是遗传我们两个人 不能把责任 全往我身上推啊 抚养教育他 你也有责任呢 你不用在这儿小提大做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明白就好 在这段时间请你收敛一点 多花点时间陪他 你到底是来吃饭的 还是来吵架的 你自己慢慢吃吧 童笑 你去哪儿啊 儿子 去哪儿 上厕所 喂 什么 我爸不肯住单间 跟你们说啊 从片子来看呢 不像是恶性肿瘤 但是联合血相诊断 这个阴影有点纤维化 是个炎症 那那就是说警报解除了 对解除了 那大夫 那这意思我妈得的不是癌症啊 不是放心吧 好 那你们带我来是来查癌症的 那个妈 这事呢怪我 最早呢大夫怀疑您得的是那个什么 然后我就跟彩云呢一直瞒着您 怕您害怕怕您担心 怕您万一他要是那个什么 那您心里头他真的他就那什么了 你看大龙想得多周到 这亲生儿子也不一定做到这一点 妈一个女婿半个儿 我就是您的亲生儿子 那行那没事了那咱走吧 走吧走吧 等等等等 别急着走 关于老人的治疗问题啊 还有点小麻烦 爸那您坐那您讲 爸 爸 您下班 那帮您送您 到您怎么做 您能怎么操更一吗 您的